你 你应该认识能解此毒的人吧 是 我已经给他写信了 只是路途遥远 还要多等些时日 如果在此之前病人有什么反复 尽管找我好了 多谢娘娘 光顾着宁神看病 他忘了你 母亲和苏先生 可不像是刚认识他 你看你 总归还是想知道 但母亲还是不想说 苏先生竟然是故人之子 我以前居然不知道 大家能够见面相识 实在是机缘巧合 故人 对 故人 那个时候 我还是个小女孩 跟随师父行医 被当地的一把百般欺凌 若不是有这位故人路过相救 只怕 早就死于沟壑之中了 那这算是救命恩人了 既然苏先生是恩人之子 既然苏先生是恩人之子 那为何母亲和苏先生 之前从没有提起过这段渊源 这些事情 也是我遇到京妃娘娘之后 才知道的 可是 这段过往也没什么 母亲为什么不愿告诉我 不是不愿说 而是不想说 毕竟故人已逝 再提起旧事 实在是让人伤心 那里面这位病人 和苏先生又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在很久以前 便与我相识了 是啊 苏先生入京还不到两年 有几个我不认识的朋友 倒也正常 好 一切都很正常 我不管 你心里还是疑虑不解 我相信母亲 也相信苏先生 只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秘密 反倒让我觉得孤独起来 你走的 原本就是一条孤独之路 走得越高 心越寂寞 这几日 我时常回想起过去 有兄长引导 有朋友扶持 每天心都是定的 时时都很开心 静言 你心头的重负 只有你自己能承担 我帮不上你 但是我相信 总有那么一天 当你重新回头看时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 在你身边 也是有朋友扶持的 你也不想着急 你很早就会变 你这么快 我听不懂 你怎么会变 这么快 你又不想着急 我说你 你会变 我 有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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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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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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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的命 是弟兄们拼死躲回来的 副帅 众位叔伯 七万支衍军每一个人的命 都活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所有人招许的希望 要由我们来背负 走 聂大哥在这儿一定睡得不安稳 你这两天要多注意 他屋子里的动静 好 我知道了 宗主 不舒服啊 再吃一粒药吧 宗主 藥呢 不是還有遺例嗎 宗主 蘇 蘇哥哥 廢柳 先扶宗主躺下 快去廢柳 去叫人 快去 宗主 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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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蘇哥哥 陳平 別告訴霓皇 別讓他過來 好 好 我知道了 怎麼回事 宗主的藥吃完了 難受得厲害 殿下 我沒事 沒事 我去請母妃來 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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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下 跟士工師 蘇哥 蘇哥 它 天 蘇哥 蝸agan 她说什么 母亲 算是稳住了 后半夜要小心看护 她气息不稳 不能让她平躺 金妍 别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